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投票與否是市民的個人選擇 要認為今次選舉得到很多市民支持 有樽華報導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認為 当選的議員有廣泛代表性 選民投不投票是個人選擇 純粹從投票率來說比往時低一些 但是135萬的登記選民出來投票 這個不可以說不是一場很重要的選舉 而且是獲得很多市民支持的選舉 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 投票人數比今次多超過一倍 這個不是一場香港願歉的選舉 這個不是一場民主的選舉 但他當年曾經這樣說 再次感謝香港的市民 在一個相對動蕩的氣氛之下 是有罪地出來投票 而且是非常踴躍的投票 投票率高達71% 有接近300萬人投下了他們的一票 今天是不是推翻自己的說法呢 有人說十年人事多翻身 我在我任內四年半 其實經歷了風高浪急 也認清了香港的政治形勢 所以今天你問我在2017、2018、2019 擔任特首的時候說了某些說話 我可以說是意義不大 林鄭月娥星期一晚會出發去北京述職 向中央匯報本港的經濟、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最新情況 行程在星期四結束 有線電視記者 由俊華報導 我會看我 Spy 你不是說我 我會看你 那這個 我會看你